好 那英雄娃娃娃傳奇呢 神霞一席只剩下三天喔 差不多可以把這個東西換一下 哇 你看這個 哇 感謝這個借我美里埃爾的這個大大喔 你看 隨便打都可以上這個排行榜喔 這個美里埃爾真的太強了 但是 你無課啊 或是中小課想要練這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還是蠻困難的喔 好 那現在呢 這個每天呢 就是花個1000鑽喔 買10個 買10個這個抽的這個道具 在什麼地方啊 喔 雪深祕境啊 這個地方 我覺得花1000鑽石買這個還可以啦 然後這是掛機 掛機可以畫到 你在道具這個地方可以合成 或許10層有機會喔 如果說你每天都買 都買10個的話 也許會有機會喔 我現在 不過我的運氣很差啦 我都沒有辦法就是 很快的翻到 所以說我現在是在第三層 我們來翻翻看喔 可以翻到嗎 我的運氣真的很 真的很爛喔 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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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下一層 9格 先4個角角 4個角角 沒有 沒有 亂翻亂翻 我每次都要翻到 快全部都開才翻得到 第10層有神魔角色 但是這個不期不待喔 另外呢 這個神衣演練我們來玩一下 玩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來先換東西吧 雖然還有3天14個小時結束 但是呢 你如果拖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忘記換喔 像我玩其他的遊戲 有時候玩太多款這個 手遊 然後就忘記換的時候呢 哇 那真的是堆星光喔 因為其實 每一次的活動啊 他可以兌換的東西對這個角色來說 算是成長幫助很大 尤其是這一次這個 神衣演練啊 你其實支援你拿來換不論是 抽角色喔 又或者是換那個什麼天賦的啊 那些你都可以換很多東西喔 那我現在目前的角色就是跟之前一樣嘛 就是基本上 就是用海英里希啊 又或是德爾溫這個陣法 所以我現在比較欠的是這一個天賦喔 好 我們現在匹配一下 然後我們再玩一場 玩一場的話大概是要個 要個10分鐘吧 我覺得這時間可以再加快一點點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時間就是要這麼久 然後匹配也要時間 像剛剛聊一聊嘛 現在已經實實在在過了 已經40幾秒喔 所以說這也是等蠻久的 玩的人可能沒那麼多 但是還好啦 至少都配得到啦 其實如果說你時間真的不夠的話 你配到了 然後你就把手機放在那個地方也是可以喔 反正就是 這個他時間到他自己 他自己他自己也會 也會繼續往下一輪嘛 然後你就早早被淘汰 然後這樣也算是解完了 解完了這個每日 打一場的這個任務 所以真的沒時間你就把這個配對開著 然後手機就擺著 但是你還是要按確認啦 因為他配對好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這個確認的動作 然後你要確認說到底有沒有真的配到對喔 因為有的時候他配到對之後 你按確認啦 然後那個 可能有些人沒有按的話 他又要重新配對喔 不過那個時候 第二次配對的話 通常就會比較快一點 我但是這一次真的是比較久一點了 欸 已經100秒了 那內 是網路問題嗎 需要配一點NPC喔 我記得小冰冰傳奇好像有NPC耶 我有點忘記了 配太久了 可能是網路問題 奇怪 所以我看配太久 你就取消重新來好了 我忘記一下就好了 唉唷 亡靈的喔 好啦 那就無腦選亡靈啦 雖然說也不是說選亡靈一定贏啦 但是 但是基本上亡靈的角色我覺得還是蠻好用的齁 尤其是像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是靳遠的戴萌那隻角色 我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還有那個 板家拉拐的那一隻 其實在這個模式下面也是 也算是好用啦 然後我們來選一下喔 啊 既然都沒有亡靈喔 好吧 選一個這個吧 選一個這個吧 然後呢我們把鎖起來喔 因為我等一下 我想要選這個游蝦 其實前面輸沒關係啊 因為前面幾場的話呢 這個扣的血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你前面輸的話呢 到時候他會有一輪讓你去選這個 選這個遺物喔 那如果說 你前面的話一直都是第一名的話 你就會變成是最後一個選 所以我覺得前面啊 你故意把一些爛角色 輸個幾場 我覺得還OK 像這一場我應該會輸掉 但是沒關係 他扣的血量不多 輸掉了 但是沒關係 OK 最好前面的話 我的名次比較後面一點 這樣子我就可以先選了 然後呢 現在只是兩塊錢的 選一下 這一個是 有遊俠 有坦克 可以喔 我再把他鎖起來 鎖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下一輪的話呢 就是 還是會是這五隻角色讓你選 好 我們就等吧 我看一下齁 看一下大家是選什麼 喔 這個這個的話是玩綠意嗎 好像也不是齁 這個的話是滿血 這一個的話是 哇 自然靈異 這是刻我的齁 糟糕了齁 但是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是這個是耀光的 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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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的沒關係 完敗齁 我最後一名了齁 但是沒關係齁 再來 上股脅迫 遊俠 好 然後切換一下 沒有我要的 再切 哇 又沒有我要的 好啦 那我們繼續吧 現在我有兩個遊俠 兩個上股 三股上股脅迫 好 沒關係 換個位置 好 最後一名喔 等一下這個 遺物的話 我可以先選 他是第幾回合 好像是第五回合吧 看一下 自動跳過戰鬥 好 自動跳過戰鬥 還可以投降喔 還可以投降喔 投降的話算 投降的話算算解完今天的任務嗎 不是很確定喔 我們如果說可以殺掉敵人一兩隻的話 扣的血量就不會那麼多啊 糟糕獲勝了 哇 我不想要獲勝 啊 糟糕了 看一下 股王 我覺得股王不用 好 股弓 股弓可以喔 再來 又是股弓 好 再選一個 三星了 沒有錢了 沒有錢了 上股脅迫再來兩隻的話 我要選那個坦克 海英米西的話 我有點猶豫 因為海英米西 你很難把他湊到五星喔 首先他是6塊錢 然後呢他 他出現的機率也沒有那麼高 我好像沒有一次把海英米西升到五星喔 至於說把那個那個那個胖胖啊 是叫做死人魔 他把人家拉過來我覺得 在這個模式下也算是好用 我輸掉了 我輸掉 我輸掉是好事 不錯喔 輸掉 我倒數第二名 好 然後呢我們選一個 哇 股弓已經四星了是不是 再來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選股王喔 再來喔 嗯 法師喔 女妖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女妖 我覺得女妖不要 我想要遊俠 再切 喔 這邊又有一個 好 我決定選這一個 股弓 但是我的錢不夠了 所以我先買一隻 到時候我把他賣掉 對不對 我這兩塊錢我不要浪費啊 我買了之後呢 我到時候把他給賣掉 雖然說賣掉的話 我會省失一塊錢 但是總比你什麼事都不做好 糟糕 我打贏了 哇糟糕 選一物了 我剛就打贏了 所以我是第三個選 我剛如果打輸的話 我可能就是第二個選了 看一下喔 這個也可以 這個很好 減傷25% 開場加能量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第三個 這個被選走了 在這個我覺得不錯 這一個 開場就有240點能量 這個我喜歡 減少防禦力 你選這個 好 這個 能量 對不對 開場我們就有240點能量了 這個是攻擊力喔 這個我覺得效果不是很明顯喔 寒冰至上 這個我們可能戰鬥不會打那麼久 好 再來就要認真打 也沒有認真打 再來就 再來就是 不要輸了 這是能贏就贏 因為那個 再來扣的血量 就會扣比較多了 好 最後也是寒冰之杖 所以最後一個人拿寒冰之杖 其實也不會太超 這一次的這個東西 不過 有人選這個幻夢彩蝶 應該是剛剛那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吧 對對對 他要打全部都是那個綠玉的角色 那我的話一定是玩全部都是這個亡靈嗎 上古鞋破 怎麼都是古王啊 法師不要 好 有了有了有了 在這個地方 你終於來了 來 你來了 可是我還差一隻角色 這一隻的話 我要選誰啊 這一隻的話應該是海銀里希 又或是那個胖胖 拉人的胖胖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 我必須還要再湊一個 這樣子我上古鞋破這邊 才可以提高到50 現在大家都應該是五隻角色的 只有我還是四隻角色 艾拉維斯很強喔 艾拉維斯很強喔 好 獲勝了 我看一下喔 嗯 沒有上古鞋破的 也沒有 還 怎麼硬是古王 古王我就不想要 不要 這可以 再來 我玩兩個古弓喔 有必要嗎 法師 還是我先放著啊 唉唷 再切換的話 我怕 選到半天誰都沒有 那這樣糟糕了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我先上一隻好了齁 我先湊五個光環 到時候我把古王賣掉好了 哇 這個 對對對方是自然靈異的 輸了齁 我有可能會輸給海月 但是沒關係喔 好 我們先上五隻喔 這一隻我要賣掉 換一下 戰士喔 那我選擇這個戰士 先把他選擇好了 先把他選擇 再來 有沒有我要的 都沒有 恩 好吧 再來 上古鞋破 法師喔 難道我應該選 選我們的女王嗎 喔 來了來了 海英里希喔 海英里希 海英里希好 就這樣子好了 好 這樣子 海英里希 西人 我們打控場 沒有第一名沒關係 第二名的話也是有分數 前三名就有分數了 前三名就有分數了 好 我們再來喔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角色 哇 都沒有 欸 我跟這個 我跟這個雪米拉 這個這個女王很有緣喔 唉唷 這個胖胖來了 胖胖我要選嗎 胖胖 我還蠻喜歡胖胖的 可是 我想想看 可是我現在兩個遊俠 有湊這個光環 恩 好猶豫喔 胖胖換坦克 算了 再切 唉唷 這次運氣不是很好耶 都沒有選到 喔 總算選到一個 喔天哪 這次運氣沒有很好 都沒有湊到一樣的 咻 好 淘汰兩個了 好 淘汰兩個了 我們再看看喔 胖胖 胖胖要選嗎 切一下 沒有 好啦 先選你啦 這樣子 再來 9 海英里希 不錯喔 兩顆星了 再來 沒有 再來 唉唷 等一下 下一場我有兩個遊俠 好 趕快鎖起來 唉唷 下一場是上古鞋 鞋破的這個牌喔 兩個 兩個那個會叫出分身的 然後兩個這一個 這個遊俠 死掉還可以再砍 沒敗喔 這一隻 獨骨殺手 死亡的時候會變成幽靈 繼續砍 我換你中間的位置 對不對 哇 可是 可是對方是 哇 對方是這個 德恩溫喔 他這一隊可能專課我 糟糕打不贏他喔 倒數第二個我要選誰呢 魅惑前拍兩秒鐘 沒有什麼用 這個可以喔 保護一下 哇 他有用心灰 心灰心那個那個先知耶 能量藥劑喔 啊 這個被選走了糟糕 那我要選什麼啊 劣魔之弓 勢足 魅惑兩秒鐘有用嗎 好 其實我想選這個啦 這樣子 這樣子我前排可能可以活久一點 應該說後排可以活久一點 他應該會選擇這個吧 他有心灰先知喔 哇 他有兩隻角色的這個專屬的 哇 這個心灰先知 跟這個蝴蝶 好 再選這兩個 這樣子 他應該有零爆起手吧 對齁他開場也加速 哇這速攻型的 這真的是 很克我的隊伍啊 再來 再換 上股脅迫 好 這個也滿了 滿心了 再切 再切 沒有錢了 好啦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們我們盡力了 盡力了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往後吸 不行我還是要躲在後面啦 然後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去換 換牌 好啦拼拼前三名啦 喔 獲勝了 喔 獲勝了 嘿 有沒有 啊 怎麼都刷不到我要的 沒有 又沒有 又沒有 呵 啊 天啊 運氣好差喔 沒有 啊 也沒有 喔 終於刷到了 喔 誰優先呢 當然是你優先啊 然後把他鎖起來 好 這這這這沒辦法 沒有沒有刷到就沒有刷到 哇 跟海月打 我又要輸了 結果呢 你看就一個克一個 他的這個荒谷墨血正好 正好克他的這一個 這個自然靈異 因為荒谷墨血的話 他 他的這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 打速攻的話他不見得會輸喔 喔 我開大啦 艾拉維亞開大 如果說我的艾拉維亞 再強一點就有機會了 好 輸掉了喔 沒關係 還是有機會喔 我們再多生一點 欸 水水水 艾拉維亞 水 這個這個滿新了 滿新了之後呢 仇恨之種 存1塊 好 沒有了 好啦 沒關係啦 至少前三名了啦 前三名的話就不會扣分了啦 這遊戲機制是這個樣子 後三名才會扣分 前三名都是加分啦 那當然你如果說第一名的話呢 這個 你那個任務啊 他第一名的話還是會有額外的這個這個獎勵喔 但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把這個今天的這一個這個任務給解完 啊這個就是有打有分喔 這是花時間打喔 我覺得這一輪真的是太長了 雖然說很好玩喔 哇 傷害很高喔 哇 五黃谷墨雪那麼強喔 哇 我再一場我就要掰了 好 看一下喔 難道五黃谷墨雪不錯嗎 下次我也來玩五黃谷墨雪喔 這一個 坦克戰士齁 好 下次學著試試看 好 選一下喔 讓我湊個五星吧 讓我湊個五星吧 我的這個這個目標就是放在那個 艾拉維斯還是艾拉維亞 沒有 天哪 真的沒有耶 我刷了十幾塊錢 重複的刷不到你也沒辦法 現在才刷到 哭哭了 但是 我這一場我是跟這個什麼 Garry22打 這一場我應該會贏 因為他已經淘汰了 所以他的角色不會成長 好 完了 我又要跟第一名打了 在 這個怎麼辦呢 我想想看喔 我不要海因米希了 上古選了他 你可以同時上兩隻一樣的角色喔 哎呀 海因米希出來了 啊 出來了出來 賣掉賣掉 好吧 出來就 就出來吧 好啦 就這個樣子啦 也沒辦法啦 不然我把它放第一個 他變成打 打後手 好不好 隨便啦 隨便啦 試試看 看我們的這一個 能不能夠活久一點 阿 插啦開場就掛掉了 我的天啊 奈 阿拉維斯行不行 欸 獲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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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後一名 再來選誰 選誰 選甚麼 選甚麼 這個啦 關鍵時刻救我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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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16回合囉 我先選 生命越低造成傷害越高 我先選守護結界 唉唷說不定我有機會喔 還是我要用 算了 海英里希看可不可以選到個五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我又是跟他打 你們兩個一二名去這個桌隊廝殺 唉唷海英里希可以升滿喔 再來 坦克上古脅迫 沒有了 海英里希 唉唷鎖起來 就這個樣子 好啦 這樣子我們就是三個種族PK啦 一個是荒谷墨雪 大家 只有我刻不到人 因為已經沒有聖耀帝國的 然後呢這個荒谷墨雪 克自然靈異 然後自然靈異呢 克我這個上古脅迫 這場我一定贏了 因為我打的是那個已經淘汰的對手 好 然後 海英里希 滿級啦 再來 該怎麼辦呢 遊俠 我們上三隻遊俠 但是這一個坦克也蠻有幫助的啊 但是這一個坦克也蠻有幫助的啊 上兩隻遊俠有用嗎 我覺得 我覺得兩個這個暗讀巫女比較有用喔 法師喔 欸欸欸欸 我不用點了 算了算了算了沒有關係 點了就點了 反正都已經滿了 這一個啦這一個啦 我其實是覺得如果說有兩隻這個的話應該不錯 但是你要把兩隻這個三滿的話 那個 也是很困難喔 啊 艾拉維斯掛掉了 糟糕 哎呦我獲勝囉 欸我現在第二名囉 欸不要小看我喔 好過來 然後 把你賣掉 嘿 再切 艾拉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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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也沒有 艾拉維斯 沒有 這個胖胖拉人喔 算了 艾拉維斯 有沒有 都沒有 好 都沒有 沒關係 有他的話呢 至少我可以降低魔法攻擊嘛 他 這個嘛 魔法攻擊嘛 這一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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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羽真的老鷹嘛 看一下喔 西艾拉維斯開大招 好像 啊 輸了還是輸了齁 好啦沒關係啊 第二名啦 這樣子 好 然後結完任務了 前三名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把東西換一換 免得到時候我忘記換喔 對換的話呢 這些角色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雖然說可以免費獲得一隻神魔角色 但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 提升我目前的這個實力喔 那這些都是抽角色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那這一次我覺得 換這個東西齁 龍金 煉金龍技 我覺得這個對我目前的這個角色成長 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打算全部都換這個東西喔 84全換了 這樣子齁 那看個人啊 那如果說你是前期的玩家的話呢 你就是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專武30的話呢 這個紅箱子換的也絕對不會吃虧喔 好 那我先換80個喔 然後剩下的話 再來考慮換什麼東西喔 好 換80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這是可以抽的很過癮喔 好 天賦喔 來 我來那個煉金秘術可以看 可以抽個94齁 94 然後我的心願清單後大概是設這個樣子 其實也就是設目前有的角色啦 然後這個 那另外呢這一隻齁 這一個齁 這個的話呢 他是一定要至少有這個 天賦 你至少要有三個齁 開第一個天賦 他才會有 才會有就是說 怎麼講呢 這個質變的效果 因為就是怎麼講 越打越強這樣子 好 這是誰啊 愛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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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德華滿了嗎 愛德華還沒有 好 曼西繼續擺 還沒有9個都可以繼續擺 再抽喔 還是沒有 抽到一個箱子 30保底 是女王 女王的話呢 女王的話 我是打算給他升到三個就好了 三個就好了 女王的話三個就好了 可能還是打一些高傷的活動還可以用到吧 雖然說我現在我已經借到了這個 超級強的美里埃爾 但是我女王的話 我會先把他擺 擺著就是 就是給他至少三個開一個天賦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普斯 普斯對不對 他已經有三個了齁 沒關係繼續擺著 反正我角色也不多嘛 好 這樣升上去 然後我們剛剛是獲得誰啊 都好像是一些普 不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沒關係喔 我們剛剛獲得了普斯的 對不對 然後天賦 給他升上去 好這樣子 這個也算是 後期會很重要的一個坦克喔 然後還有誰呢 愛德華 愛德華的話 來一個 天賦 這樣子 他可以開了嗎 還沒有齁 還欠兩個 雷火交加 這個也不錯 要玩愛德華的話 也是要把他升上去 至少開第一個天賦 然後另外的是誰呢 是我們的女王 女王因為我現在我有借到傭兵 所以就比較沒有用喔 但是他還是很實用喔 看一下攻擊爆傷耐性 好先給他選一個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剩下來的話呢 我就會投資給 給我們的這個海米西 讓他更強 這個樣子 四個 閃避 超讚的 攻擊 有沒有加急速的 急速的先優先 你看這個加急速 1.5 讚 這個又加急速2.4 讚 攻擊跟爆傷 哇 這個 我的海英女西越來越強了 然後另外是這個女騎士 女騎士的話也是不錯喔 女騎士的話稍微升一下 這樣子 稍微給他提升一下 給他提升一下基本的 先給他點到這個 天賦點的前面去 他的話其實就 就稍微提升一下 但是用得到 然後再打這個 命運零件的話呢 他也是一個不錯的 這個輔助增傷角色喔 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 剛剛有幾個箱子 開一下 這一個 我欠的是智力的 好 然後呢給我的這個海英女西 我的海英女西超級強 但沒辦法 因為那個 角色實在是 不好獲得 所以說我只好 先把我目前覺得好用的角色 先把他升到最強喔 爆傷增強 好了 我的海英女西超級強到75%了喔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